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全时将在今天大概下午两点左右 在整个北美地区 其实包括墨西哥 而美国的影响面积最大 几乎美国不到五十周四 它主部分的四十几个周 全都可以看到 在加拿大同样 国际地理杂志登了一条消息 说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将是最佳的观看地点 我不知道现在能会去多少人 它预计将去尼亚加拉大瀑布 大概有一百万人 我个人不太相信 说句实在话 它要去一百万人 我跟你说会出大事的 那个地方太狭窄 它从美国境内 它主要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是在加拿大这一侧 那圣劳伦斯河 那结果它如果真去一百万人的话 那会出大事 因为那个地方太狭窄 周围有很多建筑 那是加拿大这一侧是这样的 但是那么狭窄的地方放一百万人 我印象中经历过几万 它周末的活动的时候 有过两三万人 那就随先不通了 那个你要想从里头出来 开车再出来 不得三四个小时 出不来的 它一百万人 我不知道它怎么预测 但它整个是沿着这个安大略湖 包括美国境内跟加拿大境内 安大略湖的周边地区 它都设有广告牌 警示牌 就是说在4月8号将出现 前所未有的这个场景 即使到了沃泰华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旁边的 均斯顿 据说都会有五十万人 其实这地方是因为 在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旅游地方 叫千岛湖 那是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当年的百万富翁 在那个岛上建筑了很多房子 所以在整个这个水面上 它有一千多座岛屿 就各自各样的房屋 那是一个比较旅游的地方 应该讲 那是有钱人的地方 但是就作为标志性的东西 当然尼亚加拿大瀑布 如果大白天的太阳没了 在大瀑布上悬着 然后太阳又出来了 很多自媒体可能会挣钱 有人想在里头挣钱 各种想法都有 据说酒店完全定空了 那我个人知道呢 大概在星期日 昨天 昨天前天 在尼亚加拉瀑布的 美国境内的汤 那个美国境内跟加拿大境内的 它那个小区域汤里面 那车子就全都满了 你透过谷歌地图 你就可以看到 它全是红的 也就是近的跟出的 基本就顶头了 过境呢 没有 过境还没有显现出来 但是瀑布那个 那个过境渠道就 就比较厉害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等于是全球瞩目的 而这一次呢 日全时呢 就是在美国的 在西方北美社会的 宣传的太厉害 带来的恐慌也太厉害 这个甚至连这个 纽约州的州长 发出了警告说 如果一会儿 在日全时的时候 出现车祸 出现这灾难 出现灾难 电脑不好使 说什么的都有 给我感觉是末日恐慌 这是真的是末日恐慌 它各地 整体持续时间不长 二十来分钟吧 大概是 很多地方也就看个 三两分钟 一分多钟 但是它面积太广 日食在中国人的 日食或者月食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 不是件好事情 是非常非常非常麻烦 巨大灾难 那在我 咱们说句心里话 也挺特别的 大家还知道雪月的故事 雪月的故事 是2014到2015 那那是在 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当中 非常讲究的 那雪月是两年出现四次 两年出现四次 月全食 分别在四月份的祝鹏节 其实四月份的月节 四月份的月节 就是犹太教的复活节 和这个秋天十月份的祝鹏节 而这两项 就是神在显神迹的时候 在摩西弹的 这个犹太人走出埃及的过程中 显神迹的时候 他显出了一个是 这个不跟随神的人 遭到了惩罚 这就是月节 那跟随神的人 遭到了救赎 这就是祝鹏节 当时祝鹏节 就 月节就是羊血的故事 那很多人知道 而祝鹏节呢 是用鱼竿 大概是鱼竿和那叫什么 发面饼 对不起啊 可能我讲不准确 所以犹太人喜欢吃发面饼 是从那来的 鱼竿变成了 这个神在摩西的 这个接受神的指导之下 那就是给了人们食物 所以祝鹏节 所有犹太人呢 在自己的后院里搭大棚 就像中国人说的 中国人这个办这个 桑喜事 搭大棚吃饭 然后扣上 就那个小白帽 小黑帽 要赎罪 就是有祈祷 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所以雪月就是 连续两年 发生四次月全时 分别在这两个日子里头 2014 2015发生了 发生之后呢 在过去的记录中的 都跟这个犹太人有关 跟这个中共国有关 在过去的500年里面 当时是CNN报 然后涛哥当时还写了一个 谣言 遥遥领先的预言 就用了这个雪月的故事 做了封面 本来以为可以就是 对应着发生了 就是中共会发生什么 结果没有发生什么 结果就在 2015年9月27号 是9月21号 9月22号 最后一次雪月的时候 习近平到美国 见了奥巴马 这是一个很有趣 很令人感触 对于不信神的人 人们就是 就会有另外的说法 说那就另外一回事 那建了奥巴马 一切全转变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上2024 从2015到2024 间隔9年 9年 90大数 那佛魔都在9上 佛跟魔都在9上 黑人命贵 我们知道奥巴马的故事 透过讲美国的故事 大家都清楚了 因为2015年过后 2016年就进入美国大学 现在我们整体看 就是人类的故事 而不仅仅是中国 美国 2015年 就在那个时候 川普已经出来要竞选了 竞选美国共和党的 这个初选的提名人 2016年川普成功 你看故事是这样 间隔了9年 结果在北美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地方 爆发了日全时 那我们跟大家偏重去解释 在圣经里提到 就是在西方宗教中 提到的日全时 它的隐喻是什么 因为这跟有一个地域差距 当然这又同样 在这个 在这个东方的文明中 同样有 如果我往前推 核图 落书里面都提到 日全时 一夜变天下 日全时 一夜变天下 亡死 潮崩亡死 在中国是这么讲的 在中 那一般都是讲大凶 我小时候见过 后来我刚才查那个东西 说1976年 发生过日环死 1976年发生日环死的时候 是4月份 也是这个时候 毛泽东是9月份死的 朱德是7月份死的 周恩来是1月份死的 那当时的唐山地震 是7月份 7月28号 这是非常对应的故事 那我因为这件事情 发生在美国 我们跟大家主要 去解释美国的故事 在美国 在圣经中 大概旧约 新约 我先跟大家做总结了 旧约新约里面 提到一个关键的地方 耶稣在被杀掉的时候 在被受害的时候 从12点到3点 天黑了 天黑了三个小时 天黑了三个小时 那这一次的日全时 将发生在2点钟 所以也就是说 这次发生的日全时 跟圣经里讲述了 耶稣被害时的 三个小时当中 正好是最中间 2点钟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 在圣经中还提到说 有在旧约吧 应该是 黑了三天 当时是为了惩罚埃及人 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 都是有阳光的 有太阳 而埃及人生活的地方 没有太阳 所以惩罚了三天 所以这里面都讲述了 这种惩罚的本身 是对人的惩罚 在对人的惩罚之后 按照犹太人 按照圣经里说 就是基督将在线的标志 大家要听明白 是基督在线的标志 在我眼睛里 就是神在线的标志 所以这是一个 在基督教中非常讲究 在这两天 所有包括新教 包括美国人的宗教 与宗教相关的 都开足了十足的马力 开动了十足马力 去跟他的教民们 去讲述 美国迎来了大日子 因为没有这种状况 迎来了大日子 将出现一个 基督将去讲 就引述了 诸多不同的背景故事 有些我个人讲的 我个人觉得蛮特别 他说其实你不要拿 圣经去当预言看 特别不要去算日子 他是这么说的 我个人觉得挺诚恳的 他说不要算日子 原因就是说 你只是提醒自己的善良 善念 基督会降临的 第二 就有人说叫第二次降临了 这个 包括美国的福音派 写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就解释了这种现象 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那现在的美国社会的影响 却恰恰跟 习近平 跟这个拜登有关 确实是 因为今天是4月8号 在这个复活节的31号那天 拜登把那天定为 变性者见光日 对不对 变性者见光日 恰恰是复活节的当天 那复活节当天 那是对神最大的污辱 在当时的复活节来讲 针对着 全球的几十亿教民 唯一略带差距就是 美国的基督教不是那天 但是天主教 东正教 就是我们知道的 几乎都是 其实包括美国的新教 他也尊重 这个就其他的 等同教派当中 不同的这种认知 就是他的他的礼仪 所以而作为天主教徒的 拜登 却把复活节 复活节啊 复活节当成了 被变性者见光日给盖了 所以这是对神莫打的污辱 九天之后 这是第九天 九天之后出现了月全石 代表着美国将出现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从白宫开始 因为改朝换代的概念 这个就是不仅仅是东方的概念 所以他而这之前呢 在美国的社会中 做出了长足的铺垫 那这份铺垫就是 3月27号 3月27号 这个大桥被撞 被撞的大桥 巴尔蒂摩 是巴尔蒂摩 被撞的大桥的名字 是为了纪念 一八几几年 美国的律师 作家 作曲家 诗人 美国的国歌 是他做的 最后名字叫什么 G 弗朗西斯 什么什么 Kin K就是G 美国的国歌的歌词的作者 被 被这个船给撞了 而那个船 当时是失去了动力 失去了动力 就是人失去了控制 对不对 四天之后 三天之后 3月31号 拜登就干了那样的丑事 在拜登干完那件丑事之后 四天之后 在第四天 4月3号 新泽西爆发了地震 从 这是很少见 而新泽西地震的那个地方 叫做白宫Hotel 后来叫白宫Table 是白宫Restorm 就那个地方就叫白宫Hotel 第四天 第五天 在纽约 发生了 持续发生了地震 第五天 所以四五 我忘了第六天 我忘了第六天到底 是不是又地震了 他没有提 但是在第六天 在包括加州 其他地方 有地震 没有在 没有在这个 纽约附近 等到了第九天 今天 出现了 月全 月全市 所以这些 都与 这个 拜登 羞辱复活节 直接相关 那我就 基本上 我跟大家就 整个捋了这一遍 那 旅渐这一遍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整个这段故事 就是 我能够找到的资料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从中 有所 就是 有所感悟吧 这个 这个东西 只能靠感悟了 这里面 我用的 这还没有发生的 历史上 记载的这个故事 那 这个 这是 昨天在 纽约市 另外一条船 它的船名 我听起来是 中国人的 中国船 同样失去了 帕王 差点 撞到了 这座桥 这是在纽约 这是在纽约市 纽约市 区域当中 但最终 没有发生 就是没有撞成 它比较 比较幸运 在 也就是在 月全 日全时的 头一天 那这个呢 这个标记 是看到了 整个在美国 美国境内 五十个州 应该是 美国境内 五十个州 都可以看到的 月全时 月偏时的场面 可能这样看 会更清楚一点 就这么看吧 内华达 加州 在美国境内 都可以看到 那 拥有月全时的部分 日全时的部分 是在美国东北部 新泽西 纽约州 俄亥俄 康州 就在这片地区 那 在南部地区呢 你可以看到 都有着不同的走向 那这 在做这个东西的人呢 应该是跟基督教 有关 他背景 有了一些基督教的 一些背景 那我们 我们只能跟大家 这么分享看了 他只能说 代表着整个美国社会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 一份场面 连 他刚才讲述了 连这个 阿拉斯加跟这个 夏威夷都有 所以这是很少 就几乎不可能 但真实发生的一切 这是罗德岛 这就往东北了 阿拉巴马州 马里兰州 这就出现 这是康州 西维基尼亚州 堪萨斯 马赛诸塞州 密西西比州 就覆盖的面越来 路易斯安纳州 田纳西 米西根 肯塔基 这就日全时了 缅因州 新汉布什尔州 叫维门腾 不熟 纽约州 全都覆盖了 宾州 全都覆盖了 俄亥俄 全都覆盖了 印第安纳州 伊利诺斯州 米苏里州 阿坎萨斯州 奥克拉哈马州 这是德州 阿拉斯加 就没了 夏威夷 华盛顿州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基本就是他讲述的时间 由最早时间上午十点钟 这是我们刚才看 基本上看到的故事 所以在4月3号 这是我们看到的在这个 自由女神像被电击 被打击 这是后来被证实 我们一开始传的是在网络上 这个呢 是inside paper 内部刊物当中 直接记述了当时 这个自由女神像的火炬被击打的样子 所以在自由女神像是4月3 好 4月4号 新泽西地震 4月5号 纽约州地震 4月8号 出现的 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将要看到 所以这是一种巨大灾难的标志了 这个图就是指的 拜登的这个变性者 见光日 发生在3月31号 复活节这天 这是纽约州 这是新泽西的地震 距离曼哈顿很近 那这个下面介绍地方 这是在纽约发生地震 第二天 这是撞桥的场面 我跟大家说这个桥是美国国 桥的名字是美国国歌的文字的介绍 基本上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是被点击的场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基督教的说法 这是新经4月5号更新的 宗教如何看待日全时 佛教 我们讲基督教 圣经中说不同点的预言 日时预示着基督返回地球前的末日的到来 基督返回地球前的末日 他讲的是非常非常概括的 一个段落叫始图行传 第二章 在主的伟大光耀的日子到临之前 太阳将变成黑暗 月亮将变成血 月亮变成血 铺垫了很长时间 从2014到2015 在期间的2016、17、18 都在1月31号前后出现过月全时 超大的来源 一些基督徒认为 圣经第四本福音中 有三本提出提到了 耶稣受难时的三个小时的黑暗时间 叫陆家福音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太阳停止了光耀 而这次发生的时间是2点 然后说人们认为那不应该是日时 这是后来人的解释 然后福音派提到说 代表着深刻的精神的转变 福音派这是美国的主流的基督教 如果深刻的精神转变意味着什么 基督再次来临 既是拯救也是惩罚 难道不是吗 因为在基督人们见证基督之前 是遭到末日的 遭到惩罚 他把下面就提到了 绝望为短暂 救赎重生永恒 在一个很有力量的一种对比之中 他是这么说的 犹太教 犹太教应该讲旧约了 他就讲了比较的 比较含蓄 只能这么说 他认为是世界的坏兆头 那基督来临之前的末日 那不就坏掉了 对现在是坏 那能够度过末日的人 那不就是好兆头 所以它是两个概念 里面他记述了比较 就是是东征教犹太人 什么什么网站上讲的 那我个人就觉得稍微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了 我个人觉得就稍微有点那个 你要找到它原始的东西才好 找不到原始东西 我觉得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有这么一份内容 这份内容叫圣经预言 黑暗的日子 日食五件事情 这也是刚刚4月5号写 都是4月5号写 他记述了一个 因为他没办法变成黑的 他记述了 北美各地发生日食 他的神性的一面 黑暗三天 这是指旧约当中提到 就是这家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朋友喜欢看的话 你是应该可以能够看到这些内容的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看 在这儿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况了 他提到太阳跟月亮 在圣经中是具有非常精准 就是精神的概念 圣经里对日食没有明确的预言 然后提到可以把它解读成 审判跟重生 它叫做审判跟更新 旧约中有着太阳变黑的说法 而太阳变黑 等于是主日的到来 基督的到来 里面就是忏悔等等 他写的太长了 里面引述了叫日食诗篇 十九第一 天宣告上帝的荣耀 天空宣告他守的工作 具有巨大的含义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看 说句实在话 我刚才有看到 我刚才有看到 现在他不让看了 可能跟他网站有关 但我跟朋友们记述那部分 基本上就是对应出来 朋友们如果想看的话 你就用英文查日食 日食宗教的含义 你就会看到这篇文章 可能有它原因吧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大家要 它的核心就是 基督来临前的末日的一种标志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